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一定要把拍子拿到那个球后面去 就是一出来 我再被动 我想办法拿到这个球后面去 知道吧 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办法 不能让球抄我们人来给我 好 被动 拿过来 到后面流出气球空间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打的时候 我们心里要清楚 我都已经这个样了 我就给不了对方造成威胁了 让我们就好好的思考一下 我们摆脱之后 打哪里是最合理的 一定不是进网 如果你这个反拍过度 你放得越近 人家放得越近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尽量在过度的时候 打到别人家这个位置 可以让对方挑球 但是绝对不能让对方去来进网 抢网 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力 来 给我 看见没有 看那个位置没有 看见没有我的位置 我大概过度到这个位置来了 对不对 我不管你怎么样 第一个把拍子伸过去 然后往远的去加力 不要想着什么 来 给我 不要想着角度 什么过度一个 过度的这种球 找死 好吧 来 王哥 尽全力 来 终于准备 把拍伸好 来 走 还可以 对 这个不错 想办法来过度 发力 哎 很好 好球 漂亮 在手腕再往前切一点 对 你这种被压迫的 你下意识一定要提醒自己 我不是为了打死别人 我也不是为了角度 我就是为了能够过度 所以说这个球你过度完之后 巴 这也不要快一点 不能打完之后 慢吞吞的 一定是给我 打完之后 是这种感觉 是很快的回动的 来 再来 哎 升拍 王哥 没升拍 对 好球 哇 这个球太牛了 这个球太牛 这个球太棒了 来 再来 漂亮 很好 稍微偏高一点点 漂亮 有点感觉啊 拍子还是升太慢了啊 球一过来 升拍 紧过来 对 漂亮 好 对 这种感觉 啊 这种感觉 非常好 啊 在自己不失位和重心的情况下 把球平稳的过度要比方了前中场的位置 再为下一拍做准备 这一个就叫做过度的带链 想就要这样想 当然我也知道你们渴望什么反拍跳杀呀 反拍跳球 那个你先别想 你先把这个技术好 随着时间球龄的增长 你想要的那些技术都会学会 我的微信公道 羊羊大神啊 一直在更新 我用的球派 这个是均衡自然 我水平差一点 99 王哥用的是江湖系列 对标鬼展的 咽乐展 300多 那我们所有的球派都是45天 无理由退换的 就是45天剩个毛 都可以退换 微信小程序和淘宝店铺 国务院学院你们可以买到 另外我的学院 你们知道的 365天不休息 时刻 为 想提高羽毛球的小伙伴准备 这是我的微信 都可以加舞 加个朋友吧